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动物学家发现野马之所以死亡与蝙蝠吸血无关 因为这些蝙蝠所吸的血的分量十分有限 真正使野马伤命的原因是野马被蝙蝠盯上以后的反应 就是暴怒与狂奔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暴怒对身心灵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暴怒比染上重感冒所带来的后果更严重 在电影情节里常见到主角因暴怒导致心脏病爆发而死亡 在监狱里不少人都会说是因一时暴怒而失控造成的 确实不少人是愤怒时而犯错的 正如真言所说 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然而神欠借祂的指明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我们的性情是会生气的 甚至有些时候也是应该生气的 但是属神的人必须控制自己的怒气 免得犯罪 当耶稣看见圣殿被人招踏 轮为贼窝时 祂一怒田兄弟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倒度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在生气之中 祂控制自己 不伤人也没有将他们的鸽子给放走了 生气而不犯罪 就是圣经所谓的节制 那是圣灵的果子 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 都必须降伏在圣灵的管理之下 暴怒就会远离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